現在是Berani Jewelry 美洲東岸 YOU 貓頭英時間 晚上10點 我是米雪 你們現在看的是WOW TV的 YOU 貓頭英時間的Everywhere YOU 貓頭英時間Everywhere 是由以下相互特約贊助播映 祝你健康 黃太御利RESP 溫志剛 天元地產 Will Estate Booker 嘉雄移民 唯一雲吞 香港卓越生活 溫哥華同夢唱片 麗德美容法藝學院 卓耳軒 南北美食進在新旺角廣場 帝豪名宴 豪華禮堂 名廚主理 宴會首選 帝豪名宴 大王粥粉麵飯 經典傳統香港味 真材實料 量粥較便宜 中飯飯店 皇冠保健康復中心 十多年忠誠服務 全方位治療 信譽卓越 紛紛遊輪 專業華語領隊 帶你放眼看世界 感受另類旅遊新體驗 meow 帝豪名 搭筏 龍 試 comme 水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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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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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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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容易 多谢熟客捧场 以及我们是维持自己的高水平的 是的 有多少种类的? 文朗满目 散装的100种 包装的就不知多少种 包装是否你自己包的? 不是 是日本仔和所有的美食 一定从外国回来的 那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东南亚的美食 还有很多日本东西 那是不是人空运来的? 日本就是全部包装 和散装都是可以的 我都是一样做入的 那粮果呢 在中国大陆 台湾在哪里? 我大陆 在中国大陆我是很少入的 我全部是台湾 泰国 日本韩国的地方入来的 杨先生 你认为如何使用你这么多品种 新鲜或者卫生呢? 因为我自己每样都去尝试 每日去检查自己所有的粮果 那你见到怎样才能够 不会发毛? 因为每日都会查的 每日我们都会检查所有的粮果 是 一定是给它濕润的 濕润就OK的 是 但是你说芒果干的不濕 芒果干它本身来说 我们是不爱的 它都一定要保持住它濕润 濕润 不是濕 是濕润 我见到你的花生卖多久? 那你怎样才知道它是新鲜的? 因为花生本身来说 三天已经卖了一袋 所以它保持着非常新鲜 你的仓在哪里? 我们自己本身来说 在Maham Road有一个仓 又卖什么饮品? 饮品我就是卖日本仔 台湾 那些半桩 半桩 半桩,瓶桩都有 新王国来说 你算在这里唇说唯一的 是卖这个粮果的 是不是算了? 是的,应该是 所以维持了15年 是的 多谢熟客仔奉劇 谢谢你 今天我很幸运地来到这里 我待会试吃好吗?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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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健康与你的环节 说到健康 相信大家对癌症一定很害怕 因为是文蓝色变 其实癌症在加拿大来说 统计数字也算是头几号的杀手 他去了很多人的性命 其中对我们男士来说 前列腺癌是一个挺热门的话题 所以今天来说 也请了医生跟我们谈谈 是的,今天我们请了医生 医生为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 医生你好 谢谢大家 医生你好 先讲一下前列腺的病 对男士来说 其实都有几种不同的病 是 前列腺当然是男士专利 女士是没有的 但是前列腺最大的问题是三种 一是前列腺肥大 二是前列腺发炎 三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的比例是最小的 所以大家先不要太担心 最普通的就是前列腺肥大 因为每一个男人 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前列腺都会肥大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但是都会的 所以第一件事 先不要担心癌症 好了,前列腺肥大也好 前列腺肥大也好 前列腺癌或者发炎也好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由医生来判断和检查 我认为第一件事 如果你是比较年轻一些 比如50岁以下 你可以多数不用担心 或者前列腺癌症 因为很少人50岁以下 我都未见过一个 当然什么都例外 但是机会很小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的人 第一就是前列腺发炎 或者前列腺开始 如果40多岁就肥大 就是这样 如果很年轻的人 根本不需要担心 那我问一下 前列腺肥大 其实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前列腺在身体里面 是一个像合图那样大的器官 中间有一个洞 位置在膀胱下面 就是说小便要经过洞 前列腺又出来的 当前列腺肥大的时候 他就会压迫到尿道那里 使得洞小了 那小便便困难了 所以前列腺肥大 第一个象征就是 好像小便没有介绍那么好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你要发觉的 虽然这件事可以使得你有警惕 但是糟了糟了 前列腺癌就没有了 因为他早期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前列腺癌就比较麻烦一些 就不是要等到有症状 你才去看医生 那会不会是肥大之后才会有症 前列腺肥大之后才会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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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连带关系 那也不一定肥大才发炎 不是 是良药 是 反而前列腺肥大之后才会有症状 如果是长期性的 有些叫慢性发炎 它有机会就变成症 这个就会 但是肥大是不会 那其实有没有 我常常说预防性于治疗 有什么预防呢 这三样东西 肥大是没有的 因为跟着年纪 癌也是没有 只不过你生活习惯 如果好一点 你的机会就小一点 当然是 前列腺肥大之后当然有 前列腺肥大多是因为 有些细菌的问题 那就 当然要小心一点 不要那么 就是有很多东西干净一点 还有我们发现 有些刺激性的物质 可以刺激它的菌生多一点 例如呢 譬如就是咖啡因 好 辣的东西 这几样东西 就会刺激到前列腺肥大之后 所以有些人 如果喝咖啡多 或者吃辣东西多的人 是容易很多的 那这些就尽量少一点 那就是说女士就可以喝多些咖啡 我们男士就免了 当然 吃那些辣东西 是的 没错 全市盐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 全市盐 东方人的机会是小一点的 可能是人种本身的问题 嗯 譬如日本那些是最少的 那另一方面 当然呢 可能因为他们吃东西是不同的 嗯 可能 原土日本人吃的东西 可能是蔬菜类比较多 豆类比较多 那这些是有帮助的 美国加拿大的食欲比较多 那可能又会影响 嗯 那也发觉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 和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 相差亦是很大的 嗯 那可能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人 就吃的东西 就变成了外国吃的东西 嗯 所以人种有影响 但是吃东西都会 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 那我们说病向浅中医 但是你刚才又说 可能是没有什么病征的 那就糟了 那我们万一真是这么不幸 发现了有病了 那怎么办呢 OK 首先你不要说怎么发现 这件事自己一定不会发现的 那但是呢 当然要久不久要见医生 家庭医生 那他跟你做全身检查 那在安省或者在美国 就算全世界都是 就有一个验血的方法 他验了一件事叫PSA PSA是血里面一种蛋白来的 那这个PSA 多数的PSA呢 就是在前列线里面的 那如果这个PSA的指数高呢 那你就小心点 会不会有癌症了 那多少叫高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为有些医生认为 多少度不是问题 最重要是它变化大不大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PSA大约是三度至四度 就比较正常了 因为年轻人都是这个指数 那年轻人没有癌的嘛 所以就当了这个指数是正常 越高呢 那个机会就越大了 但是并不是代表一路高 就代表你有癌的 因为呢 如果那些炎了真的 很高的指数呢 正式来说呢 四分之一的机会是有癌的 那所以呢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除了炎血之外 就是要做其他一些检查 那我们刚才说 发炎和肥带呢 都会使得PSA高的 那所以呢 高不是代表一切的 要进一步检查 那你才能够知道有没有癌 那多数 多数多数呢 就是要找个比较科医生 如果个家庭医生 是有时间跟你做的呢 他就会跟你做一个探光的检查 因为那个切裂线 是容易都摸到出来的 那但是多数他们的经验不够 都会见比较科医生的了 比较科医生和他检查完之后 还会做一个呢 就是超声波素描 跟着呢 就做一个叫切片化验 切片化验呢 才知道你有还是没有的 那然后就看看你切片化验的报告呢 你打算跟你安排如何医 那我想呢 其实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都很重要 当然 今天呢 多谢Dr. Andrew Trump 为我们讲解这个话题 好 多谢大家